各位网友,大家好。今天是2023年7月12日。这是今天最后一场独报点评节目。回到家里了,你看这个后面的画面挺漂亮。 言归正钻,刚才看到美国Z发表了一篇新文章。 美国驻北约大使,怎么讲的呢?北约不会向印太动扩。 就怕激怒中共。现在老拜登这么讲吧,这个是魔化的很老道。 这篇文章讲是美国正在界定北约与印太地区结束的界限,并表示北约集团对中国构成的挑战的关注,并不表明有意邀请亚洲国家入盟。 有日本呢,韩国成了几个美国的前沿阵地了,关口前沿,并临城下。 但是你也别太害怕,也别太激动了啊,你更不能一下子倒向俄罗斯。 我们呢,绝对不会让亚洲国家入盟。 新闻一定高兴了,冷战好,冷战一百年,两百年,三百年。 这几个儿子,是吧,世世代代的统治下去多好啊。 这篇文章讲,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·史密斯,7月12号,星期三百,在立陶宛北约峰会期间对美国之音讲,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。 也就是看来,日本也好,韩国也好,只是北约在这搞个代表处。 他说呢,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国和美国的太平洋国之间的障碍,以应对网络安全,新兴与颠覆性的技术,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。 那么当然这三个挑战都是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了。 今天讲到网络黑客对美国的攻击,在上一场节目本人提到了,对吧,新兴与颠覆性的技术,这也是一样的,还有海上安全等等。 在一系列问题上,我们可以互相学习,而无需将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正式纳入了联盟。 这篇文章讲,他说,北京批评本州北约的联合声明,说呢,该声明称中国人,中国以胁迫政治挑战这些北约的利益和安全。 移民中国外交官表示,公报无视事实,歪曲了北约的立场。 也就是北约结束之后,搞了一个联合公报,搞了一个声明。 这声明内容非常丰富,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。 这篇文章讲,北约国家签署联合声明,强调纵华人民无国的公开野心和脅迫的政策,挑战了北约的利益、安全和价值观。 北约组织领导人在公报中说,中国利用广泛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足迹和投射力量, 同时对其战略、意图和军事发展保持不透明的状态。 美国之音讲,他说北约迅速反驳这些说法了。 中国驻欧盟使馆发言人周二在一个声明中说, 北约非但不反自身责任,反而对他国意味着责,不断延迟预外事务,制造对抗,充分暴露其伪善的本性。 你看你美国之音都伟大,美国政府拿钱赞助了,人还可以讲讲中共的观点。 你看中共新华社人民日报,永远讲自己正确,从来都是诋毁美国,美国都是不好。 甚至还讲英国现在已经是吃不饱饭,你别扯了,是吧? 我虽然没去英国,但我去看了好多有关英国的报道,也见了很多从英国去旅游,公干,做生意,回来的人谈论英国的情况。 绝对不像中国官宣那个样子,还有人吃不饱饭。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,北约就是在,北约就是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,说是发出了不明确的信号,如果开设,这将是北约在亚洲的第一个此类联络处啊。 这个事情很敏感,是吧?又在日本呢,要是联络处了,联络处下一步是什么?中共吓坏了,是吧?俄罗斯也害怕。 那么说,法国反对这样做,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,马克龙对这个事吃福音太多。 马克龙现在观点比较温和,还想勾兑,勾兑,马克龙心里还惦记着什么?惦记着呢?空客。 那么他这篇文章讲,称北约应该继续关注北大西洋,但是北约秘书长斯腾贝格本周表示,这个问题有待讨论啊,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局势变化了,对吧? 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,也由习近平和普京变化了,才导致现在北约面临新的挑战。 中国警告北约不要东进亚太,并宣称啊,任何损害中国政党权益的行为,都将遭到坚决回击。 这习近平确实挺强硬的啊,动不动就反制,回击,是吧? 纵化民族复兴了,东升西降,平死世界,人类病毒共同体,实现了,是吧? 大口罩戴上了啊,这篇文章讲,在对数千名立陶宛人的演讲中, 拜登总统没有直接提到中国,而采用了他的政府在描述北京违反国际规则和规范式常用的基调。 老拜登确实是官场老游子啊,你看做什么事呢,都觉得是大家。 我是挺佩偶啊,不管你怎么看,他说呢,我们必须团结起来,保护权力和义务,自由,为思想和商业的流动提供保障。 而这些权力和自由促成了数十年的全球增长,也就二战以后,以美国魏老大的啊,国际秩序,他说呢,是的,领土完整和主权,还有航行和飞行自由等原则,保持我们共同的海洋和天空的开放。 这个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平等的进入我们的全球共同的空间。 说威尔辛中心,叫瓦克战略竞争研究所的所长,叫马克·肯尼迪,他说呢,由于北约承诺共同应对,努力应对,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, 他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,就是什么呢,保持团结。 这次北约峰会显示这个团结是搞得很好,是吧,大家不要担心啊,虽然内部有分歧,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有分歧,曾经周天有个小误会,现在基本上解决了啊,这篇文章讲,由于北约承诺,共同努力应对中国啊,也就是这个欧洲大西洋,安全挑战啊, 他们要团结起来应对,这在公报当中得到了展示,他对美国资金讲的啊,关键是将这些承诺转化为现实, 美国资金这篇文章说呢,印太伙伴们出席了此次北约恒卫, 说目前呢,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朝鲜的威胁,加剧了各国对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,周三,平壤试试了一枚以死远程弹头导弹,这都是习已经背后搞的,对不对啊,下午下午美国,这是继去年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啊,印太伙伴们第二次参加北大西洋领导人的聚会, 与会领导人呢,包括谁呢,澳大利亚总理,阿尔巴尼斯,日本首级安天文雄,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,韩国总统允许, 大家都知道,新西兰这个总统西普金斯对中共关系是比较暧昧,比较友好, 史密斯大使说呢,北约与日本一起发起了一项个性化合作伙伴的关系计划的倡议,是深化与印太关系的一个例子, 那么呢,岸田周三说呢,合作将超越传统的安全领域,扩展到网络新兴与颠覆性的技术,以及战略沟通啊, 现在日本现在是坚定的和美国战争一排了啊,说岸田文雄和北约秘书长斯腾瑞格一起发表讲话说, 新的安排是对国际安全环境挑战的回应,岸田讲,日本和北约一直认为, 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,脅迫,改变现状的世界,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接受的, 只是指俄罗斯,也是告诉习近平,是吧,你不要学普京,普京搞得今天不是很狼狈吧,是吧, 退也退不了了,进也进不了了,搞不好要被打赖,啊, 这篇文章讲,他说今年5月,岸田在广岛主持世界最富有民主国家, 七国集团峰会时强调,日本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, 也就告诉习近平,你不要太激动,咱们不会加入北约,是吧, 北约刚才也声明了,不会东阔,习近平一天,太好了, 我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台了,是吧,等到儿子上台,习近平就放心了, 要不全力交给谁,都觉得,个个都像普里格基,啊, 这篇文章讲,这个北京反驳了,这个北约, 对其与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评估,啊, 该评估称中俄两国参与了相辅相成的企图, 那么以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, 你看人家也美国自己,什么观点都讲,是吧, 正反,就是公平,啊, 这中立的媒体,你别看他政府拿钱, 他一直也批评政府,啊, 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督促北约, 说摒弃冷战思维的过失理念, 不要搞乱了欧洲, 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, 搞乱这世界的思维, 那是中共,对不对, 他这个灯眼说下话,啊, 中共一贯是,这个,讲一套,做一套,啊, 说是, 望文斌批评北约谴责朝鲜的核武计划, 称该联盟北约不是半岛问题当事方, 他指责西方的军事威慑和核不散, 核不扩散, 算标行径, 对解决朝鲜办的问题适得欺凡, 你可讲得多么好听, 讲得真是天花烂醉, 讲得非常感动人, 但是却做的事让人厌恶, 说虽然北京没有向莫克斯科提供知名的武器, 但观察人士表示, 北京与莫克斯科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, 有助于维护维持俄罗斯的经济, 从而抵消了国际制裁的效果, 其实中共国偷偷摸摸的, 我估计变通的, 没少给他武器, 只是你们抓着八秒而已, 我给你讲, 这个中共国就是这样, 因为它一贯是撒谎, 吹牛, 变故事, 每天都在大会友,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, 就是美国之音, 美国之音刚才发表了另一些文章, 待会再给大家介绍, 先来看看法国一篇报道, 我给大家介绍都是大块媒体, 这里讲到北约的秘书长, 他有个观点, 中俄使得北约和印太更接近, 你看他这样讲的, 俄罗斯发动对邻国乌克兰的侵略, 使得一倍批脑死亡的北约, 联盟重新复苏了, 原先不都讲北约不行了吗, 你看复苏了, 作为联合国常日理事国的中国, 拒绝谴责俄罗斯入区, 这要与俄罗斯共同驾驭百年, 还要和俄罗斯共同驾驭百年, 不愈之大变局, 说习近平上次在法庭通缉俄罗斯, 普京的时候去了, 学中送炭, 报台去南, 结束的他握手将, 百年变, 未见之大变局, 来了现在, 你要应对, 结果促使北约和亚太民主国家走到了一起, 使中共极其威胁, 7月12号欧盟及日韩新耀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, 举行峰会之后, 秘书长斯腾贝格表示呢, 中国的独断专行和俄罗斯群务促使北约, 以欧盟的和印太伙伴关系更加接近了, 北约设立东京办人数的计划, 也将继续讨论, 你看他这观点就和他比他更进一步了, 为其两天的北约峰会, 最后一场正式活动是由七大工业国, 也就G7, 欧盟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, 战成一排, 宣布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的保障承诺, 就是没有让他入盟, 泽林斯基在生气, 但是现在搞了一个承诺, 严命时间表, 中央社注意到, 代表所有人率先致辞的, 是其中唯一的非欧美国领导人, 这个欧美, 唯一的是非欧美国家领导人, 日本, 首先安天文雄, 这项安排凸显了北约国对日本的重视, 日本是受邀参与北约峰会的印太四国当中, 最积极与美国合作防堵中国, 也是投入最多激进援助乌克兰国家, 中央社分析认为, 另一个隐含的意义, 或许是逆布北约, 原定在日本东京开设办事处的计划, 因法国反对, 该内容未被写入纪念的北约费要公告, 北约峰会公报, 也就是他这个设办事处, 这个是因为有马克龙, 马克思的弟弟的脚军, 结果没办成, 有趣的是, 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好站在安天身边, 当第二个致辞的美国总统拜登胜赞日本, 对欧洲安全议题的贡献的时候, 说是马克龙数次抬头望天, 表情似乎不耐烦, 就是故意给中文国看, 我认为啊, 这都是什么这个政治家就是这样啊, 政治家都是会这个表演的啊, 搞政治人都是这样, 那北约秘书长斯登贝格, 在峰会的终结的会上讲了, 答复日经亚洲啊, 他说这个采访, 记者采访, 询问北约的东京万人书计划, 是否胎死, 服从的时候表示, 此案冷在一支日程, 未来冷会讨论, 你看斯登尔贝格观点和这个拜登不一样, 是吧, 这很有意思啊, 那么法国反对东京办出理由是什么呢, 说北约名为北大西洋公元措施啊, 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集体防卫的区域, 也就是说原先这个大政方政变了,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设点并不合适啊, 有不少人分析认为, 今年春季防卫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, 不想激动中国国, 因为他哪里人好处了, 是吧, 你这个拿了人的手短啊, 吃了人的这个, 这个拿了人的东西, 自然也要给人办事, 是不是啊, 也希望避免引起东南亚国家的紧张, 因为东南亚国家还有很多呢, 对不对, 回到北约峰会最后一幕, 北约秘书长斯隆贝格强调, 北约虽然是区域性的联盟, 但面对中共国的这个挑战, 他说呢, 这个要有一些这个变化, 这并不是说北约变化了, 是因为形势变化了, 他说我们面对素食年来最严峻的挑战, 要更加团结, 北约像日本, 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四国分别提出什么, 制定伙伴关系计划, 其实等于变通办法了, 对不对, 只剩小的方法对付你, 普京和这个西平, 他说呢, 包括海上安全, 新科技, 网络, 气候的领域的合作, 深化关系,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, 斯隆贝格已经在12号上午, 签署了北约, 与日本的制定伙伴计划的文件, 你看这个电脑需要紫文才能, 很麻烦实际上, 他说北约秘书长在答复韩国记者的这边文章讲, 他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, 斯隆贝格已经在12号上午, 签署了北约和日本的制定伙伴计划的文件, 涵盖16领域的扩大合作的方案, 北约还愈更关心朝鲜核武议题的韩国, 签订了不同内容的同意文件, 北约秘书长在答复韩国的记者的提问是这样讲的, 中国大力投资提升核武能力, 我们预计到2035年前, 中国会有触及北美和包括所有北约领土的长城核弹投射能力, 我们也看到中国如何关起门来, 因此与亚太合作不是变得与全球联盟无关, 而且认知这个区正面着全球的挑战, 而中国是其中的一环, 你看这么多年以美国为首七大共产国, 帮助中国发展起来了, 结果现在变成了一个伟大不调了, 让养苦成坏了, 所以人们都现在可以这样讲, 非常的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, 非常后悔, 如果当年不是这样的帮助他, 不让他发展起来, 是吧, 你就没有今天这些危机了, 这都没想到的, 就包括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这样, 你帮着他发展起来了, 他最后还准备要取代别人, 还要摆摆架子, 这都是一样的,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还没有讲完, 他说北约分别与日本韩国签订了伙伴计划文件, 随着中国的军事崛起印太局势的计划, 特别随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群联战争, 定制伙伴计划文件中的内容更将广泛和重要, 北约秘书长四十位和十号总结成员共同忧虑时, 又回到了一个许多人的共识, 这个今天发生在乌克兰的事, 明天可能在亚洲发生, 在亚洲什么地方啊, 台海嘛, 他是指着这个来讲, 也可能在南海啊, 他在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撰文讲啊, 中国政府对国外采取娱力矩增的胁迫行为, 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压迫政策, 你看国内压迫政策, 包括香港啊, 是吧, 你看追逃, 卢冠宗家人都已经传许了, 是吧, 这是大事, 价也超了, 在对北约的安全价值利益构成挑战, 他还指出, 中国等独裁国家仅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动, 并权衡发动进攻的成本和效益, 就这样研究, 要不要打台湾, 可能军队当分成两派, 一派说不能打呀, 大哥, 要打肯定输了, 一看着俄罗斯打的, 有一派说, 你就是, 你就是这个, 啊, 就对自己没有信心, 俄罗斯是咱们吧, 咱比俄罗斯强夺了, 干, 啊, 解放台湾, 咱们有伟大的领袖习近平, 他们行吗, 催俄罗斯强夺, 做人的梅子子的心想, 是, 只要我一指挥的话, 我手一挥, 台湾就拿下来了, 是不是, 现在中国军队当中有很多人是很激动的, 我跟你讲, 热血沸腾啊, 仿佛三天就台湾拿下来了, 是不是, 你包括有一些小粉红, 你看, 是不是, 今天我看了好多报道, 有些年轻人, 像这个西运营这些媒体, 这个新华社人民导致这么一鼓动, 哎呀, 个个都是, 你看报国防科技大学的人, 比北大情怀还多, 是不是, 你就可以看了现在动向, 中共这个大户有很起作用了, 这篇文章讲, 他说我们冷然呢, 愿意和中华人民共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啊, 也就是这个周二晚, 周二晚间, 北约峰会公布了一项措辞强硬的公报, 有关中国的部分, 比去年公报增加了许多, 公报呢, 指出冷战略竞争, 普遍不稳定和反复, 反复冲击, 决定了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啊, 他那个, 你看这个反复冲击, 你就可以看出, 刚刚耶伦带来了一股彩虹, 和李强两天一回来, 中国第一个是, 三十四架军机, 三十四架军机, 尤其骚扰, 然后香港开始抓人, 开始恐吓威胁, 啊, 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, 等等等等, 网络攻击也开始了, 对不对啊, 你就知道, 这个反复, 啊, 反复, 反复, 他的反复冲击, 你看, 决定了我们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啊, 非洲和中东的冲突, 脆弱性, 不稳定性, 直接影响了我们和合作伙伴的安全, 中国产民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, 挑战我们的利益, 安全和价值观, 我们仍然愿意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, 包括仍然建立对等的透明度, 以维护联盟的安全利益, 我们继续面临网络, 太空, 混合其他不对称的威胁, 以及对新性和破坏性技术的恶意的使用, 今天美国进行另一篇文章已经讲了, 中国的船是多少, 5500多艘, 是不是啊, 那些商船, 美国才80艘, 我们就想这多下人, 是吧, 说公报重申, 作为蒙古, 我们正在以负责任方式, 共同努力, 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权系统的系统性挑战, 确保北约有持久的能力, 保障盟国的防卫安全, 我们正在提高我们的共同意识, 加强我们的应变能力和准备工作, 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政策, 和分裂联盟的努力, 我们将努力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, 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, 包括航行自由, 是吧, 刚才不讲到了吗, 你80多艘, 人家5500多艘, 平时人家什么, 用于什么商业, 战事人马上就变成了, 他是一商与一群的人, 也马上变成了中共国的一个, 就变成一个, 说不定就是前言阵地当中的一员了, 是吧, 这确实很吓人, 这篇文章讲, 北约峰会以公报的如此多的篇幅, 对中国喊话, 它引发了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, 说俄国战争500天成为一条界限, 这之前呢, 北约更多表达, 希望中国能够谴责俄罗斯, 发动的乌克兰战争, 更不能呢, 军事支持乌克兰, 这之后呢, 失望的北约, 开诚布公地承认了, 北京和莫斯科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, 以及他们的尸土破坏, 以规则为其属国际秩序的相辅相守的企图, 与我们的价值观利益背道而驰, 你看今天中国国家又开始了, 说我再次强调,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和白俄罗斯, 是不是啊, 又开始勾递了, 你想起来这什么意思啊, 全方位的合作, 无上限开始了, 很难抵挡了, 这个加拿走不好就要开战了, 他说中国对北约公报的立场, 做出强烈反应, 强烈反应, 中国诸布鲁塞尔外交使团在一个声明当中这样讲, 他说北约在历史上有着不良的记录, 并指责北约干涉境外的事物, 制造对抗, 充分暴露北约的虚伪性和扩张霸权的野心, 中国官方批评, 北约的声明乏味, 老调从谈, 充满冷战思维和异性的偏见, 你看他正在避讳美国连带的北约, 这证明互相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了, 表面讲什么, 不能脱步断裂, 断裂, 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, 这篇文章最后讲, 值得关注的还有, 就在北约峰会公报发布后的次日, 第二天, 克里蒙公发言人高院外界, 普京的中国之行提倡之称了, 这次普京来可做大事了, 我跟你讲, 来到北京, 普京不用两个词吗, 非常非常, 是不是了, 急坏了, 他为什么他现在囊中羞涉了, 对吧, 他需要中国支持他, 两个要捆绑到一起抱摊去呢, 开始和美国开干, 值得注意的是, 就在北约公报次日公布, 你看, 普京的中国之行提到日程, 具体访问日期将在最终确定后公布, 他为什么要研究研究, 来了以后谈什么, 这又往前推进一步, 现在绝对是保持俄中双边关系高速发展的好时机, 与中国各个级别的对华, 能够继续, 将来倒霉的是什么, 就中国的老百姓付出惨重的代价, 是吧, 因为习近平打的算盘是, 我是皇帝, 我是核心, 战争一开始, 我就藏到那个防核武器的地下洞里去, 是吧, 把那炮灰, 14亿中国的炮灰保护着我, 是不是啊, 坚不可追, 我的领土很大, 有纵深, 我不怕, 是不是啊, 你看这个, 李懿不是讲了习平的观点吗, 是吧, 14亿人死多少, 无所谓, 你看, 多么冷血, 啊, 也就是说一开战, 最好你李懿先到前排站了, 是吧, 到那天, 别吹牛, 啊, 那个, 你看今天网上, 我今天看了很多那些评论, 有中国的老百姓草民讲, 是吧, 你不要以为我们还像以前那样, 等一打仗, 领导干部, 党员干部的孩子先上, 是不是啊, 现在你想起我们弱势群体了, 是吧, 我们过了什么生活, 你们过什么生活, 是吧, 你看, 退伍的老兵怎么讲, 是不是啊, 再想用过去种欺骗, 洗脑, 恐怕没有失常了, 啊, 本人认为现在这个形势发展非常快, 我们可以这样讲吧, 任何人奉劝都没有用, 习近平是一路走到了黑, 啊, 不要看这个老拜登今天这个话讲, 又给了一个, 又给了一个缓冲的余地, 说北约不动阔, 它不是动不动阔的问题, 你搞不好, 随时可能擦枪之后, 我直接就开干, 啊, 今天到此就结束了, 要休息了, 啊,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, 分享更多的报道和评论, 谢谢, 再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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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